可是我看着你这个样子 我就很开心 我得不到的东西 你也别想 没想到陆芬芬手腕这么厉害 要不然 他怎么抓住许总的 跟他相比 我们都太赖了 小心点 对许总听见你就完蛋了 请各位务必牢记 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转移焦点 诚恳致歉 动作一定要快 两个小时之内 务必将公关稿 和死刺事件的声明发给我们 陆市长 许总还没回来 两官去找 好的 老板 许总好 芬芬 你先别上去了 好 那你忙完咱们见一面 多晚我都等你 听说了吗 人家又出手了 我还听说他们要订婚 就不停 他做这真是 在感情中 谁都你能看到 那些人 要先来 您听说了吗 这可做这个 应该会不会感看 选择 不活 让他们 最后 要赶快 动宿 许总 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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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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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怎么来了 你忙完了 怎么样了 还在处理 我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你愿意相信我吗 我相信你 但又能怎么样呢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麻烦 我会处理的 但你能不能告诉我 这照片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往外发吗 我没有 那现在呢 我一直都给他们的 咱们 变成了 而且 你还能做什么 我也是 我其实是 这种要求 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回来了 我就是觉得 好久没跟你一起喝红酒香草茶了 我去拿巧克力 巧克力 我收藏起来的 好啦 别不开心啦 这些事情对于你和他来说就是小菜一碟 许明晨他 能不能别说了 我现在不想应对任何人的安慕 我告诉你啊 明晨啊 他还帮你搞定了 这种话我已经听了几百遍了 每个人都这么跟我说 然后我要说好的 谢谢 但是明明受到伤害的是我 需要面对的也是我 每个人都要提许明晨 为什么呀 我真的很累 就是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到底是怎么发出去的呀 我明明就存在手机上 我明明就存在手机上 我就只跟许明晨一个人发了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 好了 别难过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